金姐 你不上学吗 这是很多粉丝都会疑惑的问题 她平时要参加那么多活动 难道不上学吗 当然要上学啦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金姐是怎么做到走到哪里学到哪里的 我出院的时候很喜欢观察各种标识 这样记得列了自己的方向感 也能学会很多使用音译 而且她还会提前把注文这几天的学习计划都排好 并且要求自己领域是按时完成 而且时间真的都是挤出来的 只要利用好各种碎片时间 其实每天都能学好多东西 金姐 我想出去光光 可是我爱得很好动作 你自己去吧 其实学习呢不仅仅局限于课堂 如果有了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贴心的学习伙伴 走到哪儿都是课堂